1990年4月10号 香港环茂集团主席王德辉被绑架 歹徒要求赎金高达6000万美金 故事情节还拍成电影 你千万记住收到钱以后 要放我老公啊 案发后的第七天 香港警方在香港压力州码头 打捞起了一辆白色奔驰车 被证实正是王德辉被绑架前所开 这次王德辉并没有幸运 并没有回来 赎金不老 相当于现在的200亿台币 却没有换回王德辉 这是第二次被绑 却从此失去了踪击 而他留下华茂王国 资产相当于千亿台币 引发世纪征产官司 第一次是龚如新跟他公公的对决 因为两个人手上都有遗嘱 那只好交给法院来裁判 一二省都判龚如新败诉 为了反败为胜 求助风水 在尖沙嘴华茂总部的大楼 摆下了天罗地网 顶楼天台安装了大型金属风车 加上刻有八卦证的风向仪 代表扭转运势 不断将好运转进来 龚如新的办公室和寝室 墙壁装上了钢板 代表巩固实力 官司立于不败之地 地下室还放了一尊补炮 有助击退外敌 没有想到最终省真的逆转胜 龚如新拿出了夫婿的遗嘱 确定是真的 花了八年 最后一刻打赢官司 摆下三大风水阵的陈正聪 成了大功臣 每一次风水至少都6.88亿 对 那花出来这二十几亿耶 龚如新重掌华茂集团 已经68岁 因为坚信先生喊活着 绑了两条辫子 那是两人打拼时 王德惠最喜欢的造型 而有了香港小甜甜的封号 那时候他还是觉得说 我老公会在人世 应该还在 王德惠应该还在 所以他一直想要说 他去找他老公回来 因为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让一个人可以趁虚而入 就叫陈正聪 陈正聪成了小甜甜御用风水师 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拿到台币 五千万现金 钱多到要请助理 用网球带来装款 除了一款价值10亿元台币的 弯流型四人飞机 还花了台币六十多亿 在杜拜向法国空中巴士 买下最新型的A350客机 还有超过三亿台币的豪华游艇 以及八辆顶级名车 陈正聪聪风风水师 一下沉了护伤 陈一镇来讲 它是叫做善良 不良镇 可能就是说 我还你这个人情 因为你给有一笔钱 因为你第三招又来了 那就代表贪 这整个全部 你三个症就变成破级了 就让人家看出来 你这个是贪症 原始上看到人家钱 陈一镇打赢3300亿 遗产官司不到两年 因为癌症过世 到死都等不到 夫婿王德辉的消息 研究前世今生的林雪老师 透过照片 说王德辉已经不在人间 它类似心肌梗塞了 我们要惹着 都不住 惹着 所以这也有可能 就是被绑架的过程 突然惊吓到 对对对对对 也是钱给之后才死掉的 全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留下3300亿台币的遗产 华茂基金会 依照2002年的遗嘱 准备接收 陈正聪突然拿出了一份 2006年的遗嘱 震监全香港 他说这份遗嘱才是真的 因为公如新那时候 只认为说华范集团的 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是我跟我老公留下来的 没想到后来跟我在一起 谈的恋爱 才知道我是对他最好的 所以再立一份遗嘱 这个东西是要给我的 所以呢 这次变成又是两份遗嘱 第二次的世纪真产 对象变成了华茂基金会 对上了陈正聪 双方都有遗嘱 而且陈正聪丢出了震撼袋 大爆和公如新的性爱关系 还公开在法庭播放 偷情录影带 因为那个影带真的是太过于闲失 因为你一定要分成好几部分 那其中有一部分呢 是他跟小甜甜 他们两个出游的时候 小甜甜那种花枝招展的样子 然后他把衣服要脱掉 他甚至在永魂的过程里面 手还在他的背部 他的屁股那边上下起手 这些是他一个人说的 我没有听过第二个人说 你们有没有听过第二个人说 没有啊 我说是了 那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啊 就这么多 正聪在这里 这个是最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人家那个手影 可以贫在一边呢 还有这么大块留在那里 就是被我姐夫的上影压上去 小甜甜和夫婿王德辉 是亲媒组马 婚后一起创业 建立华茂集团 投资房地产 盖大楼只租不卖致富 直到王德辉被绑架失踪 出现的肚水是陈正聪 刚结婚一个月 就跟小甜甜发展亲密关系 两个我都很真 两个都是真情 两个都是事实 两个都是发生错了 但是你叫我比较 我不会比较 我不会比较 尤其是一个已经离开了 他是我一个很爱的人 真的 这个我真的可以 好真心直说 跟金钱真的不宽容 他是帮助我很多 令到我生活好多 我也很开心 你一个风水师 怎么会对你自己的一个 服务的客户做这种按摩的动作 那按摩之后呢 按摩到最后上床 那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的 这个动作其实 小甜甜已经陷入一个陷阱里面 而不自知 陈正聪一开始 只是帮助小甜甜设 风水阵打赢官司 取得信任 后来更进一步 说不断的推算 发现王德辉还活着 他有办法找到王德辉 化解了小甜甜心房 即使如此 陈正聪有什么能耐 能让精明的小甜甜任其百步 到底是什么陷阱 陈正聪 有在小甜甜身上做了一些 动了一些手脚 那可能如果是我们台湾 就是叫做 所以小甜甜她就是有点 身不由己 就是好像就是百一百顺 顺从她 希望我姐姐在天之灵 都会保佑我们 就答应你上公司 陈正聪和基金会 各自请了王牌律师团 官司打了六年 光律师费就超过了台币十亿元 最后笔记专家发现 陈正聪的06年遗嘱 小甜甜的签名 至少有15个地方不同 认定有假 最终审判定为假遗嘱 陈正聪不但判刑12年 幻冒集团要追讨当初小甜甜给的 百亿元台币风水费 连税务局也要追讨 十几亿台币的税款 陈正从几乎赔光的家产 还得陆域服刑 毁不当初 对于要公开和公益心的关系 我一再想说 其实真的非常最后悔的事 一件最后悔的事 因为原来我后来知道 似乎不公开的关系 官司都可以打 都可以执行到 都可以给我指定的 叶老师说 从前是看 小甜甜是富家女 陈正聪是小流氓 小甜甜的未婚夫 因为被打死要报仇 反召陈正聪欺负 所以发愿这一事要报仇 以时来说 就是因他的未婚夫欠他 所以他去招他 他骗财骗色 对吧 要把他未婚家弄死 他不敢想要来报复 可是阴阳部一查 微婚夫欠他的还不够还 所以这次他就甘愿 再来替他平 就在外界认定 遗产官司尘埃落定的同时 香港政府揭露了遗产官司 引发了第三次的世纪生产 这一次是政府对上了华茂基金会 反对遗产由基金会接管 最后连政府都跳下来 最近只能说这种上千亿的财产 真的太吸引人了 所有人都愿意抛下所有的面子 连政府都要把面子拿下来 只为了这笔钱 希望能够进自己的口袋 2015年最终审认令 华茂基金会只是小田田公如新的遗产受托人 没有权利自行决定遗产使用 必须另外成立机构做慈善 历经18年三次的世纪征产 从遗嘱打到不仁链 这笔相当于台币三千多亿的遗产 最后意外的由香港政府监管 而这一场发财梦注定一场空 市组院 连会被控涉碘继组和使用虚假文书罪 暗号 大阵 写